星辰六點現場直擊 台中東興市場附近 這一攤專門販售豬鞋的攤商 豬鞋到貨 一箱箱擺在地上 沒有完整遮蓋 就這樣擺放在轉角馬路邊 暴露在空氣之中 長達四五個小時 一般啦 做燕的做一個 看他們都怎麼搞的 都不是搞的 我好像一生氣你沒看 對啊 我都在搞啊 一箱箱泡在水裡的豬鞋 就放在路邊 箱子底下 已經有用木棧板電高 但面對記者詢問 衛生問題 讓業者氣得反駁好火大 有什麼衛生 那個也要煮才可以吃啊 那個不是又拿回去切切就可以吃 那也要經過煮過啊 越講越生氣 一氣之下連生意也不做了 拖著豬鞋當場走人 台中人最愛的早餐 炒麵配豬鞋湯 但這些豬鞋追溯源頭 衛生引發疑慮 攤商說豬鞋是高保水商品 一到貨就會立刻冰淨冷藏 若假使放在高濕度高溫環境 容易滋生細菌甚至腐敗 販售的食品沒有完整的遮蓋 也沒有一地放置這兩項缺失 當場勸導團商立即改善 衛生局急查勸導 豬血不能直接擺放地面 再者必須要有完整遮蓋 夾食鋁券不聽 將開罰六萬到兩億罰金 謝謝李孟章 澎昕 台中報導 捍衛言論自由到底 搶救中天 台灣不能只有一種聲音 請立刻訂閱中天電視YouTube頻道 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